注意看整个商场全部都是丧尸 当某一天你和男朋友在商场里被丧尸包围了该怎么办 他会不会奋不顾身的带着你逃脱丧尸的追赶呢 2023年首顾丧尸韩剧《江南丧尸》来了 那么这一次的丧尸病毒又是怎么感染来的呢 故事还得从24小时前说起 半夜山跟码头上那个贼蛙子盯上了一个集装箱 他们熟练的撬开了锁 集装箱里装着大量的金表金手势 这下不愁没钱回家过年了 可是正当他们打包准备带走时 角落里突然传来声响 仔细一看原来是只猫咪 可下一秒他就扑到男人脖子上疯狂的撕咬 男人拼尽全力才将他给甩开 心里想你这个海魂的 这一咬给他脖子上留下了伤痕 二人不敢久留带上东西就逃跑 正要上次时同伴发现刚才被咬的男人在那里打偷偷 同伴上前询问你爪子了 对方猛的一转头 哦哦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他按住脖子疯狂撕咬 随后两人一起滚到婆婆地下 那个便衣的男人还滚到水里昏迷不醒 第二天他居然没事又醒了过来 脖子上充满血丝 浑身兜兜兜兜兜兜兜 随后他便朝江南地区走去 不久后他被路人发现坐在地上啃食生肉 有人抱了警警察赶来支援 警察慢慢靠近 男人一吼还把警察吓了个斩斩 随后便拿着肉跑出了人群 很快他便不满足生肉给他带来的食欲了 盯上了一座大厦便朝里面走去 送水小哥刚忙完准备回家 他一开门上司就从背后扑了上来 咬住他的脖子就不放 一直将他按到地上 送水小哥在地上搬了几下 就直接卷脚了 大厦里抱住婆警察准备去收租 一旁不停有人从他身旁跑过 赶紧跑过去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见房间里一个男人到处撕咬着员工 一个女人已经变硬了 满手嗜血趴在玻璃上 见此情况警察呼叫保安赶紧把大厦锁住 这时上司也盯上了金姐 这把金姐吓得娃娃大叫 他和保安两个人偏下的盆镜拼命地奔跑 然而上司的速度很快 保安为了表现自己 一个转身便和上司扭打在一起 可上司的力气很大 一口就咬痛他的手臂 保安压巴交的盆镜一脚将他踢飞 随后两人赶紧跑进了一间办公室 另一边收到命令的保安 赶紧关闭了大厦所有的通道 可他一回头就后悔了自己关门的决定 身后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变成了上司 随即全部冲上来将他扑倒在地 哦吼 办公室里金姐集体跳高高 他说招老板得一赏识 可在场的人听得都很荒诞 老白是一个自媒体博主 一听有上司这么好的一个新闻 拿上手机 走 我们去看看 大家都跟着一起去看肉了 而保安低头不语没有出去 只有走到最后的小美发现了他的异常 但男人说我每天爪子一前起嘛 小美也没有多问 赶紧跟了上去 保安查看自己的手 哦吼 咋咋咋咋咋咋 这边几人缓缓打开门 我靠外面真的全部都是上司 老白拿出手机录像 录着录着 一只上司就出现在镜头前 下一秒朝他们扑了上来 还推过门缝抓住了小美的手感 他们的叫声又吸引了奇遇上司 都朝这边跑了过来 幸好拦住勇猛一脚将他踢开 直接下不得掉几人赶紧往回跑 都被吓惨了 我的天真是来K-POPCE讲斗选的吊的 这时不远处又一只上司走来 就是那只初代上司 小帅冲上去一脚将其踢退 随后上司又冲上来和小帅牛打在一起 他凌空飞起给上司一脚 结果自己也被反弹到地上 没想到上司把目标盯上其余四人 这时老白把小胖推了上去 哦小胖就这样卷酒屋了 其他几人下坛了 赶紧跑回办公室 小美拿起手机想要报警 结果被金姐一张打掉 整栋大厦都是他的 要是被大家知道有上司的话 那他的声音还怎么做呀 突然间几人的眼色变了 老白赶紧冲上来打开了录像 原来在金姐身后 之前那个法案变异了 但是这三人又不去救 又不开枪 就在那里刮气生气 哦等金姐反应过来的时候 还高得一个喘喘 我就怀疑他们三个人绝对是故意的 看到金姐被咬了也不上去帮忙 上司咬了金姐又朝他们铺来 小帅便上去和他牛打在一起 老白和小美赶紧退出房间 退出房间还不忘把门给关上 趴到门外面给小帅加油打气 我真是服了 你们倒是给他留一条生路呀 万一小帅打不过他怎么办呢 而屋外两人也不安全 刚才那个被咬的同事变异了 吓坏的老白居然把小美挡在自己身前 很快上司就朝他们铺来 幸好屋里的小帅用棒球棒解决掉了保安 随即冲出屋子一把将小美拉开 这个老白也赏 你倒是跑呀 刮兮兮的站在那里等着被咬吗 而幸存的小美和小帅也不去救 相义点吗 于是小帅便跳到车顶用自己来当诱饵 解决那些丧尸 然而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他跳下车 准备用自己引开丧尸让小美逃脱 很快他就被丧尸给扑倒在地 其余那些丧尸闻伤见词情况赶紧扑了上去 哦 这整理是糟糟糟糟糟糟糟 结果关键时刻小美拿出了灭火器 瞬间丧尸就好像失去了视线看不到人 纷纷被小美的灭火器给驱散 随后他拉起小帅两人一起跑进了地下室 就在这时那只初代丧尸又朝他们追来 小帅冲上去直接给他来了一招佛山无影脚 小美在一旁找到洛克就死一哈 两人合力终于将他打倒在地 小帅又冲上去补了几货 终于上次被他们给解决了 正当他们松一口气的时候 变异的金姐朝他们爬了过来 他一口便咬中了小帅的腿杆 哦 小帅腿里娃娃打脚 小美超级棒球棒 但是小帅已经被咬了 完了 他知道自己肯定也会变异的 他便向小美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其实他一直都非常喜欢小美 而小美也不愿意丢下他一个人在这里 小帅说那好吧 我送你出去 他刚起身一走 地上掉了一个东西 捡起来一看 原来金姐安丽是家呀吧 再看推看 根本就没有被他咬伤 嘿嘿 这好安逸咯 从此两人就可以过上没修没色的生活了 真的不错